有时候我们寻找答案的过程 只会引发更多问题的浮现 我们都喜欢神秘无解的事件 有些因为太离奇而吸引我们的注意 而这些案件也因为无法找到答案 让许多人掉进了黑暗的无敌洞 今天就要带你来看三个 让你掉入黑暗无敌洞的未解悬案 在2000年12月30号 对住在四天谷的公泽家一家四口来说 只是一个普通平凡的一天 爸爸当时在咨询公司 妈妈是老师 他们的小孩个别是8岁跟6岁 没有人知道那天 会是他们被狠毒夺去生命的一天 他们一家人住的社区 本身就是一个看起来蛮荒废的郊区 当时只有四户人家住在那区域 公泽一家人本来几个月后也要搬走 那天晚上6点 这家人在离家里一小时入成员的超商拆买 晚上7点回家 打电话给住在隔壁的外婆 他们的女儿晚上也过去外婆家 用电脑看影片直到9点38分 在约10点45分 整家人都在家里的时候 爸爸收到一封必须使用密码打开的email 就在开了这封email不久后 他们一家死口就发生了惨剧 到至今凶手的真实身份还没有被找到 当你听他们的故事之后 我们能确定的是凶手一定是一个反社会人格的人 这个是公泽的房子 后面房子可以看到二楼浴室的窗户 这就是凶手床路加载的方法 他翻爬过那铁围栏 然后使用生日片刀子将纱窗割破 进入房子内后 他又转走进了小儿子的房间 然后结束了他的生命 男孩的爸爸在楼下听到不对劲的声音 当他走上楼想要查那怪声音时 刚好与凶手在楼梯上面面对面 两人扭打挣扎一起 后来被生日片刀子捅了一道往后倒 之后凶手转移目标到家中女性成员 他爬了楼梯到三楼的小房间 也就是妈妈跟女儿睡觉的房间 但是因为生日片刀跟爸爸打都后折断了 所以无法结束这对母女的生命 于是他到厨房拿了另外一把 就在这个时候母女赶紧使用急救箱 包扎伤口然后躲在房间内 虽然想打电话报警 但是这个凶手已经把电话线都剪断 最后还是逃不出凶手手中 凶手自己本身也有受伤 留下血迹跟绷带 让你觉得凶手更扭曲的是 他之后做的事情 就在办完事后他并没有离开现场 反而是把公哲家当成自己家一样 在检长瓜调查房子时 他们发现凶手包扎完自己伤口后 到厨房开了冰箱 用了柠檬香瓜喝了一人茶 还吃了一些冰淇淋 他在屋子内走了几回 还丢了一些包装纸在垃圾桶内 然后到爸爸的书房坐在他办公椅上 并登入他的电脑 在凌晨1点18分他游览了一些网站 还试着用电脑订戏院的票 然后开始看一家人的资料档案 将他们的信用卡 驾照 发票 支票 散落在桌子上 甚至还将一些家族资料档案丢到浴缸里 更怪异的是 他上了厕所还没有冲水 甚至在他们沙发上睡了一下 到了隔天早上他还没有离开 他在10点15分又使用了电脑 警察官找到了滑鼠上的指纹 用完电脑后他将电源线拔掉 然后才离开房子 他从家里带走的东西 只有一件毛衣 他在离开房子后甚至还留了一些物品 他换了一套衣服 并折好让官方找到 像是鞋子 外套 手巾 和药包 从现场找到的DNA 他们大概找到了基因描绘图 他应该是半男欧半东亚人 警方也查出他身上使用的骨龙水牌子 从以上大量证据可以知道 他根本没有害怕自己会被抓 从这么多证据来看 大家都会以为 凶手可以很快被找到 特别是有96%解决凶案的日本国家 但是这个悬疑案件 却一直找不到这个人的身份 而让人进入兔子黑洞的 是他留下来的腰包 里面有一些沙子 警方加沙子拿去检验 发现这些沙子来自美国加州的 爱德华空军基地 这也是让许多人无解的地方 为什么这位凶手会在那里 如果他本身是军人 那么DNA也会立即显示他的身份 就连他的指纹也没有在记录里 理论上来说 也许他是到处旅游的人 但是他的出入境时候 也会留下指纹记录 在隔天12月31号 龚泽一家人被隔壁外婆 找到6小时后 有一位男子在车站 包扎手上被割到了伤口 离公泽家有75英里远 伤口伸到剑骨 治疗完后 他并没有留下名字 或是解释他伤口的来源 然后再也没有人看过他 或是听过他 到至今20年后 官方警察对此案 还是一点进展都没有 Diana Louise August的诗中 留下了一连串的诡异线索 也是一个会让你听完抓头 然后想要知道更多答案的案件 当时40岁的他住在佛罗里达州 他有三个小孩 在70到80年代是全职的家庭主妇 他在1980年被诊断双重人格 周边认识他的人都知道 他从来没有规律的服药 所以在1988年 他失去了小孩的监护权 并在1991年跟前程离婚 因为这些问题让他开始酗酒 和使用其他强烈的物质、药物 于是被逮捕和强制制了好几次 到1998年搬回跟姐姐住后 他的生活开始慢慢回到轨道上 就在生活开始有转机的时候 却发生了一下事件 在4月10号 他最后被看见的时间 是大约在11点左右离开家里 他穿着白色坦克上衣 蓝色短裤和一双网球鞋 身上没有带精神药物 隔一天有人看到他在一间酒吧 被Bartender主持喝酒 因为他开始在绕圈圈走路 最后他在靠近佛罗里达州的 纽约大道被看到 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或是为什么要到那里 只知道那是最后他被看见的地方 大约在那时间左右 他就从人间蒸发了 但是在4月13号 他消失的两天后 Diane的妈妈回家 发现她的手机有三通未接来电 并且留了语音留言 按下播放语音 听到Diane大喊 Help Help Let me out 声音断断续续就像是有人在抢她电话一样 在电话挂掉前还听到Diane说 Hey, give me that 她妈妈查了电话号码ID上面写着 Starlight 拨打电话回去却没有人接 电话的名称跟语音都非常诡异 但是也不排除是Diane的双重人格罚作 两天后4月15号 发现一个惨不忍睹的画面 就在她最后一次被看见靠近纽约大道的地方 有人在路边找到一个东西 一直被切断的手指头 指甲涂上红色指甲油 检验后发现是一位女性的宗旨 指纹也显示为Diane的指头 这个发现让她妈妈开始紧张 因为她知道自己女儿时常相信陌生人 希望能够找到她的这段时间 却只让更多扭曲跟奇怪的事件浮上水面 找到她手指的两个礼拜后 她的衣服被包成衣袋 放置在奥德莎一间便利商店外面的冷冻库 衣服也完整的折好 两年过后2000年 就在报纸报道关于她消失的案件时 另外一个袋子在帕斯克一间商店被找到 更巧的是 发现的人是Diane的哥哥女友 袋子上有个用黑笔写上的字 Diane 袋子里面有眼线笔 香水 粉厚恐红跟一个牙膏 虽然没有证据表示这些是Diane的东西 但是她妈妈表明这些都是她女儿会使用的 Diane到现在还没有被找到 如果她现在还活着 她也已经是61岁了 第一 独笔信作者 在1976年住在俄亥州 Circleville的公民 开始收到一个匿名作者的收写信件 这个写信者知道每个居民的许多诗人资料 并表示自己正在监视他们 线线上只有收信人的地址 没有会有地址 而其中一个针对居民的公车司机 玛丽信件最危险 作者指着她跟她学校的校长有一腿 警告她赶快停职 还写着她观察玛丽的一举一动 知道她有小孩 不久后她先生也收到了一封信 然后这个戴绿帽事件就慢慢穿遍那个小镇 玛丽告诉先生自己没有偷吃 所以她老公也不把信件当一回事 不久后她先生又收到了另外一封信件表示 已经两个礼拜了 你都没有行动 请你老婆告知学校她的外遇行为 如果她没有行动 我就会公布这件事情在公布栏上 广告墙 直到真相大白 这对夫妻才惊觉严重性 然后把这件事情跟三边的三个人说 她老公的姐姐和姐夫 以及姐夫的妹妹 玛丽信中认为有个人选可能会做这种事 并决定开始回信 请这个人不要再骚扰他们了 一开始信件停止了 但是8月19号的晚上 玛丽老公接到一通电话 挂了电话之后她非常愤怒 并告诉小孩 我要去跟写信的人对质 她说她正在看着我们 她拿了枪跑出去 开了卡车 往她认为作者的在的地方去 没几分钟后 她被发现死在自己卡车后面 她的卡车撞到了树 诡异的是她在撞到树前 枪已经开了一发 到至今没有人知道 她到底对谁开了一枪 后来镇上的人也开始收到信件 表示警方对玛丽老公死亡事件有所隐瞒 你准备好了吗 事情并没有想上这种简单 玛丽老公过世后 她持续收到信件 她后来也跟大家承认她的外遇 但是外遇是收到信件后才开始的 玛丽一样在当学校的公车时机 也希望跟大家承认之后 她可以回到原本的生活 但是并没有 有人开始在公告板上 放上她偷吃的行为 看到这些公告 玛丽气得去猜出 但却不知道这是一个陷阱 这个公告上连接着枪 如果她将公告拿下来 她就会被枪射击 还好因为角度的问题 枪支没有走火 玛丽将枪拿给警方检查后 查到枪的主人是她老公前姐夫保罗的 保罗表示这支枪早就被偷走了 但是当局还是逮捕了她 最后她被判了7-25年 镇上的人以为信件会停职 但是并没有 尽管保罗已经被监禁 根本无法写信 信件来源都是从哥伦布寄来 而保罗的监狱是被关在另外一个城镇上 二审的时候保罗假释没有通过 他在牢里收到最后一封信件 写信的人挑衅他写着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认清自己不会被放出来的事实 我两年前就告诉过你 当我们设好的局 局就是永远被设好的 你听不懂吗 信件上的人听起来是拥有庞大权力的人 而且写着我们 表示这个事件应该是由一个组织或团体做的 保罗最后在监狱服刑10年获释 那时候就再也没有威胁信件了 直到至今这个写信者的真实身份还没有找到 保罗真的是写信的人吗 或是真正匿名作者在背后掩盖真相 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今天的故事有没有让你觉得听得头痛呢 有的时候我们越挖越深 就像兔子的无底洞一样黑暗不可预知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 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和分享 想看更多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